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來到我男朋友的家 因為他今天要上班 然後整間房子都沒有人 所以很適合我來拍片 之前跟大家提過 9月份我最愛有這本書 這本書是我弄給我男朋友的生日禮物 我問過大家有沒有興趣看我這四年來 跟我男朋友一起做過什麼照手作給他 大家可以在聖誕節、庭人節、生日、紀念日等 有些想法 有些會在我男朋友的房架上 我帶大家去看看 讓大家看看我男朋友的房間 有一幅牆用來放一些關於我們的東西和裝飾 你會看到有我們去旅行的相片 一起出席活動的相片 這個是一個木 這是一個Postcard 上年我和他一起去旅行 我已經弄了給他 現在好像沒得弄了 如果有得弄的話 可能你們告訴我 因為我還是很想弄 還有一些啤酒瓶 其實之前是有我們的樣子 但都掉了色 其實只是過了一年多一點 然後這個會比較會介紹 好了 看到牆上的小部分 來到現在這裡 就是一些比較繁複的小手作 第一件事就是這幅畫 這幅是數字油畫 其實好像很厲害地畫了一幅畫 但其實是超簡單 小學生都做到的一件事 我給近鏡大家看 其實是一幅很經典的油畫 原本上面會有數字 1 2 3 4 在淘寶訂的時候 就給了一張相片 就會給了一個畫板 上面有數字 然後就會給了一些顏料 顏料都會有數字 兩樣東西相對的話 例如1號顏色 就留在1號那裡 最後就可以完成這幅畫了 這幅畫我和我男朋友一起游 游了大約6至8小時左右 就可以完成了 當然不是一天內游完 也不需要一天內做完 可以慢慢逐步游完 我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過程是兩個人一起去完成 也不需要花很多錢 又可以有一個節目給大家 兩個人一起去做 是蠻好的一件事 然後這個是我送給她的第一份禮物 那時候是一年半的時候 對 我一周年的時候 應該是隨便印了一張照片 寫了一周年快樂就算了 我一周年半的時候 屁屁痕地做了第一樣的小手作 這個是風琴色的 看見到一個小手作 兩邊都有的 我覺得自己真的很厲害 可以給大家看嗎 還有一些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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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的是心思多於錢 因為其實裡面很多東西都是在淘寶買的 例如一些底紙 又或者一些貼紙 甚至乎一些筆 我都是在淘寶買的 當然這本風琴寶也是在淘寶買的 因為這件事都兩三年前 不知道會不會找到 但是這個 是我現在看起來 都覺得非常漂亮的小手作 而第二個 就是這個小手作 這個扭計色 我自己超喜歡玩 它是非常便宜的 因為我是用A4紙和卡紙 還有之前做這些小手作 留下來的一些材料 就做了這個扭計色 這個扭計色 因為其實都放在這裡很久 所以它的旁邊都跳起來了 裡面可以這樣組裝 兩周年 我這樣展示給大家看 但是這件事是超好玩的 你會看到很簡單的打開 又會有相片 之後 這樣 好了 那我們不攪它了 放在這裡 因為這樣展示都很厲害 我發現 這個扭計色是完全零成本 也不是的 我有那些照紙印照 它大約需時做了我 三個小時就做完了 我用了一個星期的午飯時間 就完成了這個小禮物 之後就到這個 爆炸盒子 這個爆炸盒子 就是去年我送給我男朋友的生日禮物 爆炸盒子 一打開出來 它就可以 一樣都是很經典的小手作 可以給大家看 中間就會有一個站在這裡的照片 這些是自己用卡紙做的 純粹是在淘寶訂 其實如果想的話 都可以是自己做的 不過我真的沒有那麼神心 因為我覺得買些卡紙回來 其實跟淘寶訂的價錢都差不多 我就不如在淘寶訂了一個帽子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小機關 例如這些可以翻頁的一些照片 之後會有一些卡仔在裡面 我都忘了寫過什麼 然後這些機關都是自己用卡紙去做的 我都是用畫紙做的 然後有一個盒子在裡面 然後這裡就 拔出來又會有些照片 其實我都很懶的 這些全部都是用卡紙 然後印上就可以做了一個爆炸盒子出來 非常簡單 之後又不需要買些很名貴的禮物 做什麼? 做什麼?你又想要嗎? 是不是初白的樣子 對 這裡有她的樣子 她自己想要 這個是去年的生日禮物 當然 今年的生日禮物 跟大家介紹過的 會是一個淘寶製作出來的小書 這本書是超級高質的硬皮 20多元就可以訂到回來的 裡面是可以排版的 有人問裡面是否相紙質地 不是的 它真的好像外面的畫策質地 然後我可以自己寫自己的字 這些字也可以做繁體字 不需要擔心會不會是簡體字 當然你打簡體字也是出簡體字 你打英文也是出英文 很方便 做了一本兩個人回憶的書 非常漂亮 我覺得質素真的很好 你會看到它刷出來的質素真的不錯 它完全不會令到照片膜了 你的照片是怎樣刷出來的 都是這樣的 這裡是歷年來 我送給我男朋友的小禮物 當然一些物質上的東西 我都有送給他 但如果手作不需要 就會是這些 希望可以給大家一些想法 大家可以知道 有什麼可以做 或者有什麼可以送給男朋友 不需要用到很多錢 希望你會喜歡這類型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